欢迎来到CryptoTrix 在视频开始之前 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面的讯息 不错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 We're going to make it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 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解课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比特币的白皮书 白皮书提出了一种不依赖信任的电子交易系统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电子交易系统是怎么运行的 还有其中那些概念 首先我们看一下区块 也就是账单 其实这个就是交易的记录 如果和传统记账相比 区块就相当一张账的账单 每一个区块中都会存着全世界的交易记录 白皮书里面定义了 每一枚电子货币就是一条数字的签名链 当我们需要交易的时候 需要将上一次交易和下一个拥有者的公钥的哈希值的数字签名 添加到这条签名链的末尾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便可以完成一笔交易 收款人可以通过验证数字签名来证实他为该链的拥有者 但是这里面就存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能证实上一根拥有者会不会对该货币进行双重支付 在传统交易里面 有一个可信任的中央机构或者是铸币厂 一般由国家银行来扮演这个角色 他们知道每一笔交易的细节 因为每一笔交易都需要经过他们 但是在加密货币中没有这样一个中心机构 那么如何保证没有双重支付呢 白皮书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我们需要知道每一笔交易之前的那一笔交易 因为最早的那笔交易是唯一有效的 为此在加密货币的交易系统中 所有的交易就必须公开发布 而且需要一个能让所有参与者对交易的历史顺序 达成共识的这么一个系统 所以白皮书提出的方案就是 从带有时间戳的服务器开始 时间戳服务器计算包含多个 需要被打时间戳的数据区块的哈希值 并且广泛的分布这个哈希值 这里面时间戳的概念就指 格林威治时间 也就是1970年1月1号的0.0分0秒 起至今的一个总秒数 时间戳是一份能够表示数据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已经存在的证明 时间戳一般通过时间接受装备 如GPS、CDMA或者北斗微星来获取 到时间戳服务器上 然后时间戳服务器签发时间戳证书 比特币的每一个区块都有了时间戳 比特币的账本才能够根据时间顺序前后相连 从而形成一个区块链 所以那区块链是怎么存储数据的呢 比特币在时间数据库中采用了一种 十分轻量化的文本数据格式叫JSON 每一个区块就是一个独立的数据表 比特币是每十分钟就增加一个区块 也就是说十分钟就得增加这么一张JSON表格 前面我们说到带有时间戳的区块链成长链 而且通过密码学使之于前后区块链唯一相连 任何的改动都会带来哈希值的变化 因此能够保证每一个数据的安全 我们都知道比特币是有一个独特的共识机制 其工作量证明来保障去中心化数据记录和数据的一个可靠性 工作量证明解决了多数决定中采用投票方式的问题 如果我们是按照IP地址来投票 那么这个投票可能会被能够大量分配地址的人给破坏掉 工作量证明本质上是按照CPU或者我们称之为算力来进行投票 最长的链代表了多数决定 因为有最大的计算工作量的精力投入到这条链上 只要多数的CPU算力被诚实节点控制 诚实的链就会增长得最快 并且超过其他竞争链 攻击者如果想攻击这条区块链 他必须重新做这个区块 以及后面区块的所有工作量 并且赶上诚实节点的工作 白皮书里面也证明了 被一个慢了几个区块的攻击者赶上的难度 其实是呈指数级别上升的 前面我们说到比特币的交易要向所有人广播 就要确保数据的公开透明 但是比特币的系统还是会尽可能的保护一定级别的隐私 也就是尽可能的保护公钥的利民 公众能够看到有人正在发送一定数量的货币给到其他人 也就是说每一笔的交易时间和交易量是公开的 但是系统不会显示交易的双方是谁 比特币系统是用一个叫点对点 peer to peer的一个技术 保障数据能够及时的分发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比特币一个网络的运行步骤 第一步呢 当新交易产生的时候 他就会向所有的节点广播 然后每个节点将新交易收集到一个区块 每个节点为他的区块找工作量证明 当一个节点找到了工作量证明 就向所有节点广播这个区块 节点只有在区块内 所有区块 所有交易都是有效的 前之前没有被支付的情况下 接收这个区块 然后接着通过使用这个区块的哈希值 作为上一个哈希值 在链中创建下一个区块的方式 表示对这个区块的一个接收 而同时白皮书中也提到了比特币的激励 这边也就是对矿工的一个奖励 白皮书中约定 区块中的第一笔交易是区块创建者开启 一枚属于他的新货币的一个特殊交易 也就意味着增加了对支持网络节点的一个激励 而且也提供了一种分发货币到流通领域的方法 由于没有中央机构来发行货币 比特币会按照固定量稳定的增加 就像金矿过人消耗体力去挖矿 比特币这边消耗的是CPU和电力 激励的设置有助于鼓励节点保持诚实 假如有一个人聚集了比所有城市节点更多的CPU算力 在他面前摆放的两种选择 分别是用骗回沉没成本的方式去诈骗别人 另一种方式就是使用这些算力生成新的货币 最后会发现遵守规则比破坏规则往往会更有利 这些规则准许他获取比其他人更多的一个新货币 用这种方法就能够确保大家都不会攻击区块链本身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如果后来者比之前的节点完了几个区块 让他们赶上城市节点的概率就会呈指数级别的增加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公式 P代表的是城市节点找到下一个区块的概率 Q代表的是攻击者找到下一个区块的概率 然后QZ代表的是攻击者从落后Z个区块赶上城市链的一个概率 下面这个是方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城市节点找到下一个区块的概率 小于我们攻击者找到下一个区块的概率的时候 这时候攻击者从落后赶上城市链的概率就为1 当城市节点找到下一个概率大于我们的攻击者找到下一个区块的概率的时候 它的算法是P除以QZ次方 它是个非线性的 就是我们假设P是大于Q 概率将随着攻击者需要赶上的区块数的增加而成指数性的下降 而由于形式对它非常不利 就是如果它没有在早期很幸运的快速追赶上 它落得越来越远 赶上的机会就越来越渺茫 其中白皮书也对公式做了一个运行 然后我们可以这边看到一下它的结果 就是当我们的Q为0的时候 随着我们Z的增加 我们的被追上的概率其实会越来越小 是成一个指数级别的下降的 当我们的Q为0.1的时候 Z为10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的P几乎很小 几乎没有概率会追得上 今天我们带大家就过了一下白皮书的一个主要内容 比特币的白皮书主要就是提出了一个 不依赖信任的一个电子交易系统 我们从通用的数字签名货币体系开始 这个体系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所有权控制 但由于缺乏防止双重支付的方法而不完善 那解决这个问题呢 比特币提出了一种使用工作量证明来记录 公共交易历史的点对点网络 最后结果就是 只要城市节点控制了多数的CPU算力 那么对于攻击者来说 交易历史将很快变得在CPU算力上不可更改 比特币的网络也因为其结构的简洁性而显得非常健壮 节点只需要很少的协调就能够同时工作 它们不需要被认证 因此信息不会被发送到某个特殊的位置 只需被尽力的传播 节点可以随时离开和重新加入网络 只需要接受最长的工作量证明链 作为它们离开时发生事件的证据 节点是使用CPU的算力来进行投票的 通过致力于延长有效区块来表达对其接受 通过拒绝在无效区块上工作来表示对其抵制 最后任何的规则和激励 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共识机制来加强的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期视频 视频可能会有些干 欢迎大家多看几遍 关于比特币白皮书不理解的地方 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讨论 最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进步 谢谢大家